今天要来分享的是好久不见的穿搭影片 前阵子我趁Style Nanda大打折在他们关我上面买了一些服饰单品 今天就想说把他们集合起来一起分享一个穿搭影片分享给你们 那这些单品呢我上去检查过大部分都还在架上 所以除了我自己穿起来的心得以及身心上面的建议等等 他们的连结我会整理在资讯栏有兴趣的人都可以参考 然后今天我家要是隔壁还是楼下邻居他们家好像刚好在施工 所以等一下可能会稍微收到一些钻打墙壁的声音 就请大家多包含收音可能不是那么的干净 好那首先第一件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件我觉得还蛮复古的一个套装 就是这套它的颜色我非常喜欢 我很难去形容它的颜色缺陷来说是灰色还是偏绿色调 它其实就是有一点卡吉又带一点灰又带一点绿在里面的颜色 所以我这个颜色我觉得还蛮特别 就是你走在路上比较不会去找到跟它一模一样颜色的那种调色 我觉得还蛮漂亮 而且它穿起来还蛮显气质 衬托肤色效果也是还蛮好 是一个比较偏冷淡风格着色调的感觉 我觉得还蛮好看 就算是放在夏末或是初秋来穿 这个配色都算是蛮好搭的 那它的上衣跟裤子是可以分开购买 但因为我自己是套装控 所以我就一起包了一整套 那近看呢它这个料子我觉得还蛮特别 它有一点像棉麻摸起来有点粗粗的触感 但是又有西装料那种 有点偏软又稍微带一点挺肚的那种布料感 那厚度也不会太厚 它在内里的部分呢 是有加一层薄薄的内衣了 整个布料都是稍微偏薄一点的布料 所以就算它是做成西装一样 是在目前的天气来穿 也不会让你觉得太过厚重 穿不住还是闷热的感觉 所以这个料子我觉得选的还蛮好 我自己也蛮喜欢的 然后扣子它就是用这种 比较基础一点的黑色 让它整件看起来比较简约 比较干净一点 那这件它的版型是偏宽松的 所以它的肩宽也做的稍微偏宽一点 像我的肩宽37 那这件它应该比37更宽 所以它穿起来再加上电肩的效果 也是会让这边的分量感比较明显一点点 可是它的电肩呢 并不是会让你这边变得很直角那种电肩 还是偏软的 所以穿起来比较不会让你觉得 怎么那么上班制服的感觉 它还是稍微带有点休闲柔软的效果 那它除了版型也是偏宽松以外 再来就是它的长度还蛮特别 它不是短版也不是正常的西装长度 它有点介于 短版跟中长版中间的长度 所以它穿呢 我觉得除了搭配它自己本身的那个短裤以外 你把下半身换成 比如说衣柜里面一定会有那种 比较偏高腰的喇叭西装长裤 还是那种很清爽的白色宽裤 在底下都还蛮好看 很显比例的一个长度 因为它不会太长 所以我觉得你只要稍微的把它的扣子打开 然后可能里面穿一件比较低领口的白T 或是平口Brow Top 然后露出你的上腹 甚至你不想露上腹 你就穿一件正常的T恤 扎进去你就要偏高腰的裤子里面 它这样显现出来的那个下半身比例也是很修长 所以它这个长度我觉得也蛮讨喜的 再来它的同款短裤是可以另外购买 那如果你没有套装屁的话 其实我觉得分开购买也是可以的 那它的长度呢 我觉得还蛮符合最近比较流行的短裤趣事 因为像最近流行那种西装短裤的长度 大约都落在比如说4分裤还是5分裤的长度 这件呢就是比较偏4分裤 所以它补到我的膝盖 我163公分 所以它穿起来还是会稍微露出你的膝盖 以及小腿的线条 那它的版型呢 是有点带小A字的那种版型 所以它不会完全贴在你的臀腿上面 你的大腿以及屁屁两侧的中间 还是稍微有点空间 所以它穿起来那种舒适跟通风性是有的 我觉得穿起来也是一个很舒服的一个版型 所以基本上这两款单品 不管是搭配在一起还是分开来搭 都算是还蛮好搭的一套 再来这件呢 它是一件非常基础的长袖宽松棉T 那它的强度呢 是偏短版 可是它的短用没有短到 连你的上肤都会露出来 它大概会盖到肚脐上方左右 所以我觉得它这个强度也做得还蛮刚好 就搭配性很高 然后对于身型上面的需求 应该也是还蛮友善的一个版型 我把相机稍微调亮一点 这样不要看得清楚 黑色 它就是一般那种绵腻 然后你看这样拉开来 甚至有一点透透的有没有 那这件我是买黑色 如果你是买白色的话 它一定是会透出你内搭的颜色 如果你是直接穿内衣的话 我会建议就会尽量选择裸色 或是浅色调 可是它这个棉 老实讲我觉得质感没有很好 稍微有一点点纹粒 然后摸起来又不是像末代人棉的那种 非常柔软像云朵一样的棉质 所以它这个棉质的触感 其实我觉得质感并不是到非常好 如果以它的价位来讲 我相信可以找到很多质感比它更好 然后穿起来可能更舒服的选择 所以这件我觉得有点可惜 就在于它的棉质质感没有那么的好 然后它稍微有点容易黏毛 以及皱皱的 就只要你穿完没有马上挂起来 你披在那边 它很容易身上就马上皱掉 有一些纹路 所以这件质感我没有到 非收不可的必要啦 就觉得有点可惜 不然这种薄的啊 绵长袖 我觉得在夏天来讲 也算是一个防晒的还蛮好的选择 那我就在冷气房里面 这种薄薄的长袖上 你穿起来也不会觉得太过厚重 那同时间又可以稍微抵御冷气的感觉 所以这件通常我是当作外出简单穿 或是在家里当作居家服来穿这样子 那再来呢 是这件白色的短裤 它是比较偏5分的长度 如果刚刚那件灰绿色的西装短裤是4分的话 这件大概是5分 那再来呢 就是它的布料还蛮特别 它比较偏运动 有点风衣布料会有点刷刷刷的那种声音 所以它可以穿的比较运动一点 可是我觉得其实它上面搭配 我刚刚非常那种简单的黑色棉梯啊 然后可能你底下搭的是一双那种 阿公凉鞋 还是今年很流行的一些拖鞋等等 它其实也是可以穿的比较女性一点 所以你可以把它搭的比较冲突一点 我觉得它也是合理 因为本身版型就是素素的 它也没有加太多运动元素在里面 比如说抽绳啊 还是一些翻盖口袋等等 它虽然说是运用这种比较偏风衣 刷刷刷的布料 可是它本身版型是很干净 没有任何装饰的 所以我觉得它在搭配风格的塑造性上面 也是比较多元的 来进行看 它的布料是这种稍微有点皱皱感的 风衣布料 会有声音的那种布料 再就是裤头它是完全做松紧的 像这样子 它的松紧带弹性范围是很大的 它不是只给你这样的范围 它可以拉伸到这个地方 那它整个版型就是宽宽松松的 在大腿这边空间还蛮大 所以它穿起来那种休闲感 跟放松的效果是很明显的 那我觉得它就是一件很好搭 比如说你要搭那种很大的T恤啦 还是说像我一样上面 简单搭个黑色的棉梯都还蛮好看的 再来就是今年一定要尝试看看的棋盘哥 那时候我在观众看到它们穿着 这件绿白棋盘哥的裤子 我就觉得天啊也太特别太好看了吧 因为那时候大部分的棋盘哥 都还是比较偏那种黑白色系的感觉 所以绿白棋盘哥就还蛮亮眼的 而且它的绿是今年很流行那种绿 比较偏深绿 可是又不是亮眼成分那种绿 所以在一些欧美品牌还是一些韩国网牌 都会发现有很多这种绿色的单品 那我觉得它把它做在这种赛车棋盘哥上面 也是还蛮好看的 我就买了这件 一穿我吓到 它的棉质就真的是非常非常舒服 你当做睡裤穿 躺在沙发上面 也不会觉得你的双腿有被任何东西束缚住 它就是那么的舒服 而且它整个版型就是很宽很宽的 你在走路的时候它是会稍微有点飘逸感跟摇摆感 我穿了之后真的太喜欢了 所以我后来又买了一件黑白棋盘哥的 这样搭配在一起是不是太花了 一个保护色的感觉 总之我觉得它这个配色啊 就是你在家穿可以 那你外出穿稍微搭配一下或增加一点配件 它也是可以成为一个很有个性 而且很舒适的外出服的单品 你看它的布料它就是偏棉质的感觉 而且它的棉是真的很柔软的棉 它一样不是末代人棉罗 就真的是棉质 可是它的棉比刚刚那些黑色的棉梯 来得还要再更加舒服很多呗 所以你当做居家裤来穿啊 还是当做夏季的长裤来穿 它都是一个很舒服的选择 那它算说有白色 可是它不会到很透光 但是我自己觉得 就是像这种有白色成分的短裤啊 除非说它有做内力 不然通常如果你穿的小裤裤颜色太亮啊 还是比较偏深色的话 多少可能还是会显露出一点点小裤裤的影子 就会建议尽量选择浅色 然后可能是平口五横的裤子 搭配在里面会比较好 但当然你在家当居家裤穿就没有差 你要穿什么都是可以的 我刚忘了讲这件呢它是有做口袋 而且它这个口袋深度不会太浅 所以你要简单外出放一点零钱啊 还是手机钥匙它都是放得下的 所以我觉得它就是一件可以兼具居家的舒适性 以及外出你要穿的比较有个性 都还蛮舒服的一个单品 所以目前我包的两色我真的是没有后悔 因为真的太舒服了 然后外出你要当防晒长裤穿也是可以的 再来也是一套西装 然后一样是偏冷色调的西装 它比较偏 刚刚那个是偏灼灰绿色 那这个呢它就是偏灰蓝绿色 又带一点蓝的成分在里面 看起来整个色系会比较沉稳一点 所以我就放在初秋来穿也是可以的一个色系 那我先来分享外套 那这套啊它的布料就真的是绵码 完全的绵码 刚刚那套短袖它甚至还有点西装料子的那种轻盈感 那这件它就真的是比较偏麻料的感觉 所以它也比较容易皱一点 你回家穿完一定要挂在衣架上面掉 不要随意乱放不然它很容易就产生一些折痕 那整个厚实度呢也是比较明显一点点的 所以如果两套比起来 这套它穿起来会比较热 那在肩膀这边呢 它的垫肩也是缝得比较厚实 比较扎实一点 所以它穿起来肩膀的这个角度感会比较明显 再加上它本身这个布料的硬度也是比较明显的 所以它整个肩膀这边的分量感 就会比较突出一些 那在内里的部分呢 它的背面这一块之后 上半部有缝一块短短的内里 以及你的胸前这个地方有一片内里 但除此之外呢 它底下这边就直接是它本身棉麻的布料了 所以其实这件老实讲 我觉得它穿起来的触感没有那么的舒服 当你的皮肤直接接触到它里面这个布料的时候 你看它的袖子这个里面 也是没有缝内里的 所以我觉得要穿起来会比较不舒服一点 尤其是那个棉麻的吐槽感 也会比较明显 就有一点小小的可惜 不然它这个颜色我觉得真的是很特别的 那在其他细节的部分呢 它中间的扣子有三个单排的排扣 比较基础一点点 那再来就是左右两边下侧 各有一个翻盖口袋 它是真的口袋可以放东西 深度也是够 所以你要放手机 放小卡夹都没问题 那它版型也是偏宽松 强度的话以我的身高163来穿 它大概会刚好盖到屁股的下缘的那个线 所以如果你的身高跟我差不多 或是个子比我更高的女生 我觉得我们就是把它当作外套来穿 那如果你的个子非常的娇嚣 比如说你可能150公分出头很可爱的话 可能可以稍微挑战看看 把它当作那种西装洋装来穿 就是尝试那种下半身失踪的穿法 也许是可以 那当然你们要记得穿短裤或是安全裤 保护好自己 再来同款的西装长裤一样是可以分开购买 那它的布料跟外套一样都是偏棉麻的布料 但我觉得有一点很可惜的就是 我刚刚提到它这个布料是偏粗的那种棉麻嘛 但是它居然整件长裤没有做任何的内力 去保护你的皮肤 所以当你整只腿包在里面 它那个触感其实是很粗糙很不舒服的 我觉得就是你穿不久 你刚穿上去走一走就很想把它脱掉 所以我觉得算算可惜 就擦在这个地方 那近看它一样是那种棉麻的布料 那我觉得它裤头这个设计还蛮有巧思 它右边就一样是一般正常平整的裤头 这边有一个按扣仪拉链 那这边有一个耳朵可以让你放腰带 那另外一边它做了一个不对称的感觉 稍微这边多了一块布把它折进来 又把它缝起来的感觉 所以它这边会多了一点不一样的小巧思 让它整进设计又更有不一样的氛围在里面 那它这个口袋呢 是做这种双唇的口袋 就不是只有单开一个口袋而已 所以它这个地方我觉得细节感都是做的还蛮精致 这件呢它是高腰 那整个版型是不是偏直筒宽酷的感觉 它的喇叭感又没有那么明显 那长度也比较明显一点 所以我觉得如果以我身高来讲 可能还是稍微要才有一点高度的鞋子 它的裤长对我身高来讲才会比较刚好一点点 所以它整件就是宽宽的感觉 要穿的比较休闲一点它也是可以的 要穿的正式也是可以的 所以它的臀以及腿这个地方 你塞在里面还是有很多的空间可以去活动 但就是你在活动的时候 它这个布料又粗粗的 就很不舒服 所以我觉得就败在这个地方 然后这个绵码 其实这件裤子我才穿没几次而已 表面就稍微有一点起毛球了 所以它这个布料我觉得真的不是用得很好 不然它的这个版型啊 以及它这个选色都选得很好 是一件很有特色的西装裤 但就是布料不优这一点 我觉得扣了非常多的分数 那翻到背面来呢 它一样只有单边做了一个鞋的夹口袋这个比方 所以它细节感其实做的还蛮好的 但就是整体的布料感真的好 嗯 再来呢是这种比较舒服柔软的针织套装 底下搭的裤子是短裤 那它是一套一起贩售的 夏天如果不知道穿什么 又不想要沉沉叠叠的话 通常我就选择这种套装的款式 就你直接配成一套 也不用想太多就可以直接出门了 那它的颜色就是我很喜欢那种很清新 带有点酪梨色调的感觉 它带给肤色那种亮眼的效果 其实还蛮明显的 那整件的版型呢 是偏适中带有点宽松感 那近看呢 它的领值是偏圆领的效果 也不会太高 所以它是稍微可以露出一点你脖子的线条 那它扣子的细节就是像这样子 跟衣服的颜色是同色系的 稍微一点亮亮的感觉 比较清爽的果冻感 那它的针织是会透的那种针织 像这样子 所以呢 如果你里面呢 穿的是黑色的内衣 或是黑色的背心 就会非常非常的明显 那它的针织呢 是稍微有点螺纹感的 所以摸起来是会有纹理 可是你在穿的时候 它是不会摩擦你的皮肤的 它的舒适性也是有的 所以像它这个上衣外套 我觉得就是很基础的外套 甚至日常当作防晒小外套穿 还是底下搭配可能刚分享的黑白格文裤 这样子搭也是可以 因为像那种针织外套 本来就是很基础白搭的单品 所以你单独把它拆开来 也是绝对没有问题 那它同时间就是一个很清爽亮眼 很可爱的颜色 那裤子的部分呢 相比外套 它明明是一个套装 但是它裤子的份量就还蛮明显的 因为像外套它就是一层针织 但是它裤子感觉是两层针织 它的厚度非常非常的厚实 所以穿起来呢 比较不用担心你的小裤裤 会露出来的问题 它的无透光感做的比外套还要好 那因为它本身就是夏季 才退出的单品嘛 如果它的外套就做的那么厚的话 相信在夏天是穿不住的 那近看呢 它的裤头一样是有弹性的松紧带 而且它不会皱皱的 所以当你的松紧带这样伸缩回来 它这边还是有做一个外层的针织布 把它裹在里面 所以看起来是会比较平整的 中间这边有稍微做一个细带 那整件裤子的细节也是偏干净的 就是这样素面平平的感觉 但我觉得比较可惜的是它没有做口袋 所以有时候手不知道要放哪里 就觉得好像少了点什么的感觉 那裤子的厚实度就还蛮明显的 因为像刚刚外套这样子挂两层 你还是可以看到里面衣架的颜色 可是你看裤子哦 我现在只翻一层出来给你们看 我的手在后面 甚至我的头发也是黑的 它不会透出任何的颜色 所以裤子的安全性我觉得是还蛮好的 比较不会透光 即便它是做这种针织的单品 它厚度也是有的 所以不知道穿什么的时候呢 就这样把裤子跟外套组合在一起 它就是一个很清爽 然后又兼具防晒以及视觉风格搭配效果的套装 再来呢是这个包包 这种绿就是我刚刚讲今年很流行的那种绿 那种绿刚开始看其实会觉得它还蛮奇怪的 它又没有酪梨绿那么可爱 也没有橄榄绿那种比较沉稳有气质的感觉 它就是一个比较果灵精怪 比较有个性的绿 可是越看越觉得好看 然后你就一直很想要找 有没有这种绿色的其他单品 比如说衬衫呢还是洋妆等等之类的 它就是一个很耐看的绿 那这个皮革包包呢 它是今年很流行那种腋下包 那它本身包包的形状是比较偏长方形 比较偏信封的感觉 那进行看呢 它的皮革稍微有一点那种 油墨暈染的效果 它不是整个都是素色的 所以你进行看它会稍微有一点那种纹理的感觉 那边边的缝线感也是稍微比较明显一点点的 整个皮革的厚实度是比较偏立体的 包包的厚度大概这个样子 那它的设计呢 就是这样子两条肩带 这边有做一个扣环 你可以把它固定住 而且它这个皮革啊 虽然说它整个是很立体的 可是它的皮不会很硬 所以你在翻盖的时候 它其实还蛮好翻的 那因为这个包包它本身形状是长方形 像信封厚度又不会太浅嘛 所以它其实真的还蛮能装的 我先让你看我里面装哪些东西 像这样子 你要放短夹中夹长夹都放得下 我的是小短夹 然后呢还有卫生纸 粉饼还是这种大粉饼 以及随身携带酒精 还有气淀粉饼 就是你要再塞一个腮红 还有鲨鱼匠 以及两只唇膏 但放这些东西你要再塞其他东西 它也是可以塞进去的 所以以这种设计的包包 我觉得它的形状以及它的空间 是真的还蛮好装的 那除了主空间以外 它后面还有做一个按带 一个拉链层 所以你要放一些重要小东西 003闪的也是可以的 对了它有点忘记讲 就是它这个背带长度 我觉得做的也还蛮刚好 因为有些腋下包 它的背带如果太短 就会真的直接卡在你的杆子 我的眼睛还蛮不舒服的 那这个呢它是偏长的 所以你背起来呢 它是稍微有一点空间这个地方的 所以你可以很自在的这样子背着 然后夹住 也不会觉得腋下这边太过不舒服 然后拿东西的话呢 就是先把这个扣盘打开 像这样子 你就可以直接拿东西了 这个扣黄我觉得其实可有可无 或是你可以把它调整到 比较接近你肩膀的这个地方 可能就会比较好拿去 那再来呢 这个鲨鱼夹也是在他们官网一起买的 它是这种半月型 很像幸运铅饼形状的鲨鱼夹 那我本来其实有点担心 因为它这个长度不是很宽 那我头发是偏细软发 可是头发非常非常多 会很担心它夹不住 或是我头发会炸出来 但其实它这个紧度还不错 而且它的锯齿状也做的算密 所以像我头发我夹给你们看 那这样头发都先往后整理 然后抓成一束马尾 然后呢开始扭转 往上扭转 像这样 这样就可以用你的鲨鱼夹把它固定住 先夹住 那因为我头发比较长 这边还有很长一段嘛 所以我就再把它反折下来 稍微的把它塞进去 刚刚那个发卷里面 再用鲨鱼夹把它固定住 像这样子 就可以了 那其实它夹的还蛮近的 所以像这样子甩头晃动 它也不会很容易撒落 所以它的固定性 其实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好 蛮多的 那正面看的就是像这样子 我觉得如果你要外出来 想要把鲨鱼夹当做一个法式的话 所以你旁边这个栩栩 可以稍微的让它随意的散落在你的脸颊两侧 就不一定要瘦太整齐 因为瘦太整齐会真的很像在家里面 我在家里面也是会夹一个夹子 先把刘海固定起来 然后再把头发完全的贴上去 可是你要外出嘛 就不要那么举夹 所以稍微有点慵懒的感觉 那些法式飘落的效果 我觉得是可以的 那静一看它的鲨鱼夹的直感 它是这种半月型的 那它的白色其实不是死白色 它是稍微一点带暖调 带黄调的米白 它锯齿的地方 蛮紧的 那外出啊 如果你有时候想要把头发 剥下来没有要夹 你可以把它固定在你的包包上面 像这样子 因为现在的鲨鱼夹都做得还蛮可爱 也蛮有着性 不会真的很像传统的鲨鱼夹 所以我觉得它是可以当做一个装饰品 这样挂在包包上面也是蛮可爱的 好 那这个呢 就是这次的最后一个 赞的礼品啦 它们的连结我都在你的资讯栏 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 希望大家喜欢 我们下期见咯 拜拜